一路以来呢啊你们都应该知道我的角色是扮演什么的啊其实我都是以跟人家分享产品健康导向为主 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哦啊那当然我们算是就是你看到我样子你应该知道我就是属于年轻这一辈了嘛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会想听一听到底年轻人在连接外外这里能不能够发挥啊到底啊 对于我们未来的展望我们新一辈的啊这一辈的人呢到底适不适合呢所以呢这个其实呢一直以来呢我都在探讨这个的问题 所以DNG从之前发展到今天呢啊终于就是讲啊让我对DNG呢就是说要怎么讲呢我们先来谈谈一下啊DNG跟我们年轻人的关系是怎样 OK很简单的那我先讲一讲我之前呢其实我是读那个IT毕业的我IT呢我是读那个Software Engineering OK我Software Engineering毕业过后呢当然呢我有去那时候我有去做实习哦我实习的时候呢其实我在一个蛮大的公司去做training的那时候做training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不简单的我们就讲好像打工这样嘛那你打工的话呢 那天天我就是要早上起来早早起来那么我而且我还要去那时候我是在KL咧我KL还要做那个LRT还要去上班啊所以呢我觉得花太长的时间那我去上班呢其实我都很用心的做只是可是呢一个重点就是呢我实际上觉得很累 因为七早不早你要起来你要一直做工一直做工你要保持很好的精神状态这个是不容易的毕竟你是新人嘛对不对你那时候很年轻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你当然是要表现的蛮好对不对那时常呢我就是在你很尽力的做的当儿啊你不一定是能够获得你想预期的结果对不对包括你今天很努力的做东西对不对你很努力的工作 但是做不做到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哦就算做到的话呢能不能够被欣赏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你要探讨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偶尔因为我做的那个公司是蛮大的而且呢很多的有一些的那个外国人是我们的supervisor或者是他们是那种商城的所以那无端端有时候你就会被你的那个 你所谓的你的新年他就会突然间老点你我们讲老点你去到那个那个外国人因为他是算公司蛮大的吗可能是股东还是什么他们上层的你就会进去里面帮他那个处理电脑的system的问题哦但是哎我的奇怪了他们自己处理不到你知道吗我的新年他处理不到啊他叫我这个calfa我这个junia嘛还刚行的走过去帮那个外国人来处理我怎么样处理我怎么样处理我这个新年他处理不到啊他叫我这个calfa我这个junia嘛还刚行的走过去帮那个外国人来处理我怎么样处理我怎么样处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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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结果当然是处理不到啦处理不到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那外国人呢就直接用英文就是就骂我了你知道吗就一个f了你知道吗一个f然后还直接就是就赶我出去了get out跟我滚出去你知道吗哦叫我滚出去啊结果很大声吗那么结果全部整层楼的那个official全部都看着我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我蛮多不同的回忆我不只是这一分工你不要以为我只是出来就是完全没打过工 其实我很懂打工族的那个心情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跟我们讲不同朝代嘛对不对我们的思维呢都是不一样我们今天年轻人不喜欢给人家骂对不对我们年轻人不太喜欢受委屈对不对但是你委屈你被骂其实是一个好啦可以锻炼你的心智可是不要无缘无故嘛对不对所以那很多时候你家你就会在想到底你打工适不适合不是你的性格 不是你能力不足哦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打工适不适合啊所以你就要去考虑到底你所追求的是什么而且在这一段时间我还记得哦我天天去做LT呢我因为我们做LT呢毕竟人蛮多的嘛对不对早上你要上班的时候睡呃我又不能够找到位置坐下我只好站在人挤人的地方呢上面还要去去拉那个那个手柄对不对你才不容易等下你会跌嘛对不对因为他有时候开到很快 所以呢我这样天天这样拉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吗一段时间的时候啊我的肺后都拉伤了嘞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通道啊我通道我是在那个office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躺在那个地上嘞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有几乎换了就这样工作这一段时间了所以不简单的我明白打工途的那个心情了哦所以呢今天呢到底我们年轻的我不理年轻还是年长我们追求 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自由对吗年轻人就是要找的就是自由对不对你今天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不太喜欢被控制但是我们确实要有发展的空间对吗发展的空间来自于什么呢啊你想做你想要的而且最重要是要有成就感对不对所以呢我在那一份工作的时候哎你比如说你讲无缘无故别人也不欣赏你你多努力也好也没有用 还搞得你自己身体有问题对不对难道你就这样傻傻的做下去吗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框框是不能的你应该是要换嘛对不对所以变成在换的时候如果你又在打另外一份狗除非你找到一个很好的老板哦或者是一个很好的senior带入你而且工资是有发展的前途 你才能够招就完我还是辛辛苦苦的干下去了慢慢的收入才不错那一点点而已了你还是要用完你必胜的是那个精力来去为老板打工对吗所以今天我们要的都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有时候在回想我在看哎我爸爸好像不错哎对不对 我爸爸好像不错了啊对不对做到不错至少当然忙的时候忙但是有时候要睡到几点就几点嘛对不对而且呢至少不用说别人嘛至少你不会讲啊每天都心惊胆跳啊不用从早做到晚啊对不对一直要面对啊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呢今天时间是自由所以变成呢而且我在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父就是我就是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在做这一行的哎很多人会问我代表是能的咩啊你传销到底能不能 能够啊养起你整个家能够糊口吗也不单只能糊口了啊我也做的不错就我的意思是我也过得不错了我的生活你看我们我我我我弟弟我妹妹全部能够大学毕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一行把我们带起来的吗如果我们家里也住的舒服的房子也是不错的又车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传销带给我们的所以各位所以跟你讲不能跟你讲不能的那个人因为他 他不能吗因为他干不好吗他在这一行失败了吗他当然是不能咯所以今天很简单选择永远比努力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更更更更重要你只要知道你选择的是对的你才能够继续花你的精力下去吗对不对那今天再讲回我在D&G到底要怎么样发展呢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啊对不对好像我进到来呢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啊你就需要必须要去请 那你请教谁请教带你来的人对不对那我能够请教的很好就在我隔壁而已就请教我的父母啊所以呢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我发觉到他们以前因为一路以来都是我们都是产品导向嘛对不对我们都跟人家分享就看在这一点我是的确是蛮喜欢的所以呢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过后呢我就已经是part time在进行我的营养对对进行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我还是会 去呃再去了解更深入那么不断的再去学习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资讯时长不同的一直在更新对不对可能以前不行现在可以了很多方法都要需要再做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到底在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充实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你做这一行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学习而且你要投入 并且你要创造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来自于什么呢为什么你会有成就感因为别人欣赏你嘛因为你付出的你有收获嘛你收入有提升嘛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如何获得成就感如何获得那个收入会提升让你很开心对不对取决于你之前有没有长年累月的来去付出做努力比如说我讲我今天讲课的 我开餐会的产品现在几乎都是我负责的我爸爸都没有负责这一块了那我我请问我一开始出来讲的时候都是ok吗不行了明白吗从不会讲但是天天每一次给我讲给我机会出来练习看着我们的顾客看着每一个人跟他讲到底什么是健康然后讲了过后呢我爸爸妈妈再跟我分分析一下哎你这个讲的不对 你应该怎样调整所以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听取别人给你的意见啊你再从而退变成今天的我所以呢都是靠着什么呢就是不放弃了所以你在做这一行呢你必须要什么不断的练习啊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我们一定比老鸟啊经验不足对不对我一定不过他们讲嘛对不对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掏到不绝要怎么样能够有自信的讲出来靠的就是练习咯 你如果今天一讲就那么顺呢我还是讲很多场嘛对我每年都不懂讲多少场讲到我都我都算不到我觉得年轻里面应该我是讲最多场可能还不输给很多的前辈对不对所以练习是很重要那接下来呢除了练习之外呢其实你最重要是选择对的行业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对吗如果你随便浪费时间去找一些 开来费的公司或者去做一些开来费的工作跟你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你多情力都是枉然的所以呢必须要看所以那我们来到DNG今天我们选择公司你必须要看整个公司的架构他符不符合我们年轻人啊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对于我们年轻人比如说我们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也会有年长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会不会随着公司的脚步对于这个社会公司有没有跟着 这个社会是同步的如果公司跟社会是不同不是脱节的我们年轻人还会看下去咩你你觉得我们应该选择这一间公司吗是不可能的对吗除非你没有用脑去想你就傻傻进去工作咯你就傻傻投入这个行业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我们都知道这我也不需要讲 DNG就是有未来趋势我们是符合社会进步架构的那个行业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庆幸的我们老板就是年轻人如果你找一个八十多岁的请问还能够进步的空间有多大对不对马云最欣赏的永远是年轻人未来就是年轻人的世界所以那今天我们年轻人来到这边你首先要看带头的人他是不是年轻的第一符合 那个条件他就是年轻人第二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懂不懂得现在社会拥有的资源然后他懂不懂得他能不能够掌握未来社会的资源没有想到Perry他都是在掌握这个这么宝贵的这个资讯他都在往那个方向走那个是什么呢那方向就是那个资讯嘛对不对我们的data对不对配合我们cryptocurrency所以呢大数据 就是未来的趋势因为他能够改写生命改变生命改写人生所以我们DNG在传销行业里面在保健行业里面我们就是先锋我们就是引领引领整个行业的先锋为什么我们已经为未来做打算了我们已经知道现阶段是怎样明年是怎样后年是怎样 所以整个蓝图DNG呢Perryway呢他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呢对我们年轻人可以进来吗肯定可以啊应该进来吗当然进来你还去守旧的公司你还去传统的公司啊像你十年过后你还是啊怎么样人人家已经坐飞机你还是要踏脚车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明白吗 我们要的是自由我们要的是能够发挥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再来就是什么呢要简单所以东西今天就是要简单咯对吗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在做进步了我也发觉到DNG实在是太好你看他有做那个那个DCE mode的这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向往的啊 如果我们再回去看来开头的时候呢其实很蛮辛苦你去找那些年轻人家哎DNG不错了DNG产品很好哎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又要送货 要去拿货又要送货又要开车又要预约全部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今天来一个改革啊所以公司也跟着在进步你看我们现在用重我都不用去找你我现在也懒得找你为什么呢花太多的时间对吗 所以我们就同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好像等于搞很多长的餐会刚才我们Michael有讲到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要的事情啊啊我一个直播很多人就在看了所以呢我们也跟着进步了生意模式改变再加上现在货寄到你的家门口你也不用去烦了明白吗还有的第三点是什么DCE mode这样是online shopping吗所以你看淘宝Lazada Shopee全部都是一样今天你买东西哎各位我们年轻人有什么东西吗 有时候最大的最最大的顾虑什么我很讨厌什么我们很讨厌去找人家买产品哎买啦买啦很多人都不能对不对很多人也做不到碍于什么呢我们 啊时代的不一样现在不是讲你不怕面你没有面子的问题就算你有面子但是现今的年轻人他接受突然间一个人走过来跟你卖产品嘛不简单对不对以前可能比较容易说服对不对社会的改变思维的不同你人也要跟着进步所以呢今天不需要再说服啊 进去DCE mode好像淘宝这样好像拿着好像这样人家看到什么人家自己买啦明白吗你都不用浪费太多口水只要你的这个platform你这个平台做到好好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最贵重的最有值钱最价值的资源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免费的资源哦 Facebook今天游览是免费的对吗YouTube也是免费的你去Google找资料也是免费的DCE mode的买产品也是免费的对吗所以今天免费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那么最重要的那个那个重点啊我们没有想到DNG也能够做到而且是在健康的这个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前头了所以各位你们看到这一点啊我是看到真的蛮不错而且你看我 我我大概好像在这个这一段时间呢我只是跟我好好一些朋友这样讲他们听到DCE mode不错了尤其是PPP的配套他们讲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咧我知道你们以前DNG你们产品很好我知道阿周你也是很专业什么什么跟我讲这种话你知道吗但是很麻烦我们不会做今天都不用做买产品不知道吗啊你去你看到我们跟Lazata跟淘宝有还有一个分别我告诉你们他们东西 也太砸了可是今天我们是专业性的online shopping是关于健康的平台所以改制Lazata Shopee还有淘宝他们是属于online的杂货店的什么都有的但是一想到健康的online shopping 你就会想到DNG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专业化了当想到DNG人家就会进去看看我要健康的我要带给家人健康的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我看到这个不错直接就下定了还可以用DC又不用花钱然后用了DC钱就可以回来然后货又可以寄到我的家门口还要去到全世界我都不用烦了所以东西就是这样简单的 你要介绍人员简单以后就先send一个link给他们吧你也不用浪费那么多口水人家看到喜欢人家就会订购了人家就会买人家就会成为member对不对 所以我分享就是大致上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如果年轻的你们有进到今天你有来进来听到我说的话不妨赶赶的去做 因为你要知道你今天的做是为了以后的普路而且你知道公司能够走到多远所以了解老板很重要了拜托对吗 你要认识老板你要认识公司管理层我们管理层全部年轻的了再来你要去探讨我们公司的架构 直接也要去参观场要去了解去深入的去看去观察你就赶赶的去做所以信心啊你能够坚持啊拒绝于你有没有去深入了解了对不对当你深入了解过后你还怕什么 所以我就是这样轻轻松松也不讲轻松啊也是要用心去做啊OK啊有什么不懂的呢其实找上线就对OK公司公司的人上线都是很愿意配合的 如果真的做到很错的话我还做到今天咧我至少在DMG你看都有八年了咧 啊又跟我爸爸妈妈做到现在我们三个人还不错咧然后怎样啊房子也买其实我都有买了房子啊 只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啊所以我给大家知道了啊不是要不是不是讲不是讲你要做到怎样很辛苦啊存在那些钱才买到那小小的房啊今天我也不是啊我早就买了啊只是很多人不懂了OK好那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我再将那时间交给MichaelMichael谢谢你